大家好,我是Stan 在昨天播放的《百水耶穌帝山》 《伊萨安彭乃沙·无缘武》的《白根比》 获得全票拿下了大赏 而《街坡级别吗?》的一层名 《特朗里·崇业久》 则是拿下了最优秀演技奖 而崇业久的得奖感言 昨天横扫了整个韩国论坛 4月28号 在仁川举行的第59届《百三耶穌帝山》颁奖典礼上 电影《黑暗记者心》获得了电影部门的大赏 而《白根比》则是获得了电视剧部门的大赏 在《伊萨安彭乃沙·无缘武》中 扮演自闭症律师无缘武的《白根比》表示 我希望能够珍藏无缘武的脚步 他在认可接受跟包容自己的生活的同时 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能够心怀更加友善的心 认识到每个人拥有的独特特质 并将其视为多样性的一种形式 而在电影部门 《黑暗记者心》不仅获得了大赏 还获得了导演奖 《女子最佳演员奖》等三项大奖 在电视剧部门 《雷布里斯》原创作品《特朗里》 获得了最佳剧本奖 《女最优秀演技奖》 《女配角奖》等三项大奖 而崇英九在得奖感言开头说了 重演了电视剧中的经典台词 引发了观众们的笑声 而很多韩国网友们猜测的大赏 《千万几百万亚》的一层面 则是拿下了男最佳优秀演技奖 《特朗里》的演技 拿下了女配角奖 《卡西文白奖》则是拿下了新人奖 华根品全票一致是当人的结果 恭喜恭喜真的太棒了 在我心目中大赏就是一层面 他的演技谁能代替呢 崇英九的得奖感言真的是撕掉了舞台 真的非常恭喜 恭喜恭喜演技真的太厉害了 太帅了演技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20年前拿下最优秀演技奖的崇英九 与20年后拿下最优秀演技奖的崇英九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YouTube最短时间铺 一亿观看次数的K-POP MV 《特朗里》《特朗里》 《特朗里》《特朗里》 thrown下最优秀一 spear 被感召上PIC論的歌手 《特朗里》 ikC пол廿字龄 《特朗里》里放下 Arts 《特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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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you can't just 我只要不太 我更好 我只能想你 我只要一切 我只要一切 我只想你 我只想想你 我只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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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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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